幕后瓦把球大肠了 这排双反直线输出呢 出界的有些离谱 15比15 其实真的你们比我都着急 尤其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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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就是问赛城的 哇 幕后瓦摔倒在地呀 这个球呢 幕后瓦是伸展开自己的身体 要做节肌 但是呢 显然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 先是发球发尽 随后呢 随上 王信瑜的正手斜线 打了一个穿越球 那就不算是穿越球吧 造成了幕后瓦倒地之后 把球打出界 30比15 王信瑜的发球局目前是领先一球 真的 现在官网没有给那个明天的具体赛程 反正就是两个时段 一个是当地时间的下午 就是中午11点 一个是当地时间的晚上7点 就是两个时段 发外角 王信瑜双反接过来 幕后瓦真是很有耐心啊 在调动王信瑜 随后上网 哇 这就是高水平选手的比赛 就是先是调动对手 随后呢 出机会之后 果断的上网 去终结掉这一分 往前这拍拦截呢 也是 干净利索啊 三十比三十 一区发内角 内角方向的发球呢 擦网劲要重新发 第一盘王信瑜是三比六 重新发的一发呢 发长了一些 幕后瓦的二发呢 王信瑜显然要抢他的二发 高弹跳的上旋是比较多的选择啊 大多数情况下的选择是这样 没有抢成 幕后瓦退回到了底线之后 处在防守的状态当中 幕后瓦调动王信瑜 这拍双反斜线呢 被胡保了出界 三十比四十 至少这第二盘 反正到现在为止 打的还有点内容 幕后瓦是三十比四十啊 王信瑜是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二驱一发 发外角这球发下王 二发 发出界 幕后瓦发了双雾 这样呢是王信瑜 三比二 四比二 三比二 王信瑜呢第二盘 目前是三比二 这个是双方都保不住 自己的发球局啊 也挺有意思的啊 这个第二盘比赛 真是破发大战啊 对第二盘比赛呢 双方是都没有保住 自己的发球局 没什么可激动的呀 激动什么呀 没什么可激动的呀 是怎么讲呢 是就是我这个直播永远都是 就是安静不了 安心不了 还要挑衅我是吗 其实没意思了 真的 何必呢 挑衅我有什么意义吗 真不明白 你看这还有指挥我的 然后把镜头转过去 局间休息之后 是王信瑜 第二盘的第三个发球局 目前呢 他是三比二领先 一区发外角 木华接过来 王信瑜的随上呢 遭到了对手的穿越球 这一拍呢 是木华娃双粉之线 穿越了 正在往前移动的 这个王信瑜 0比15 二区一发发内角 木华接过来 接发球做得不错 还是底线较量 王信瑜在调动对手 移动当中 木华把球打下了包 跟我学网球可以啊 不就是花钱吗 对吧 15比15 一区发外角 木华娃这个防守 哇漂亮啊 先是一区发外角 随后呢 正手斜线 大重复落地 40比0 这是一个制胜分啊 王信瑜看来 这一局啊 应该可以爆发 毕竟三个局点 在是 30比15啊 那看来是错说了一分啊 因为他字幕 刚才给的是40比0 主要是木华娃开场之后 就是这一局开始之后 有一个双满直线穿越 40比15 王信瑜呢 现在拿到了两个局点 因为一被干扰 有些球就说不到 一区内角方向的发球呢 发下了吗 二发 木华娃抢了 木华娃抢了 王信瑜到二发 王信瑜在向右侧移动之后 自己的回球呢 直接是打下网了 错失掉一个局点 现在是40比30 还有一个局点 第一盘王信瑜3比6 二区发追深 木华接过来 底线叫了呀 王信瑜切销过渡一下 第二排切销 木华把球打下了 王 王信瑜比较幸运的 饱发 现在呢 是第二盘比赛 王信瑜4比2领先 终于有一个宝发了 终于有一个宝发了 接下来是木火娃的发球局 一区一发发追深 王信瑜接过来 木火娃的正手直线 打出了戒 0比15 这是没想到 木火娃看来真是心态出了问题 发外角 王信瑜双反接过来 木火娃这个 1-2-punch是吗 这个战术呢 又出现了失误 先是发外角 发王信瑜的反守 随后呢 正手直线 大场地内蓬当 球打长了 这排正手直线呢 没有打中 0比30 我不敢相信 发内角发界 王信瑜揭发就下榜 15比30 木火娃现在追了一分 二区一发 内角方向的发球呢 还是遭到了球网的拦截 发内角 王信瑜揭发下榜 这一排正手的直线呢 直接是打到了球网上 30比30 我说的是 甲巴尔心态容易起变化 哎 嗯 网信鱼40比30啊 看看这个破发点 科党揭发过来 穆霍娃呢 上到了前场之后 正守直线 打出了制胜分 评分 目前第二盘 王新鱼4比2领先 有一个破发的优势 一区的一发呢 发出界 这是外角方向的发球 二发发界 王新鱼正守的揭发球打长了 王新鱼啊 就觉得这个球有些惋惜啊 在这个原地之跳脚 这个球确实是有些可惜 现在呢 是穆霍娃拿到了局点 穆霍娃发了内角S 这样呢 穆霍娃爆发4比3 他们两个排名 一个是53 一个是第10 就是 你说这个所谓机会 稍动即逝 是因为 确实是穆霍娃实力还是很强 所以你稍微有一个放松 就会被他抓住机会 你们想着小礼物刷一波啊 要不然也不复今天晚上 这这么辛苦 因为本来凌晨就解说了郑新鲼 然后今天晚上又拖到现在 再解说王新鱼 穆霍娃算是一流高手 明天 就是今天 今天的晚上或明天的凌晨 或明天的早晨 会有郑新鲼的比赛 但是现在官方没有出时间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我不能编一个 我不能说明天晚上11点就郑新鲼 或者明天两点是这么亲吻 你知道吧 我不能编 想着要刷点小礼物啊 开玩笑吧 无所谓 爱刷不刷 目前的第二盘 王新鱼是4比3领先 又来到了自己的发球局 现在局间休息之后 这个饱发还是很关键 一区的一发呢 求是发到了狼道里 二发发追身 穆霍娃接过来之后 王新鱼的正手直线 打下了王 0比15 是这样啊 就是说有时候 我这个 我这个态度呢 也没有那么好 可能有点不耐烦之类的 主要是因为 我这个直播啊 真的没有任何 所谓的商业色彩 我就是自己玩 所以呢 可能说话就更 更有底气一些吧 底线教练 王新鱼在攻击对方的反手背 正手直线没有打死 双反斜线再来 漂亮啊 王新鱼制造对手 回球出浅之后 上到了前场 正手的斜线抽击 打了支撑分 15比15 应该是15比15 3比6 4比3 4比4 5比4 9比4 5比4 4比5 4比5 5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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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5 5比5 5比6 穆侯娃那目前是30比15 王大知道郑金文几点比赛 他官方不改 那不能胡说呀 对吧 王新渝又失误了 正手直线 求打出了单打线 15比40 送出了两个破发点给对手 对没错没错 第一盘3比6第二盘4比3 这是目前啊 但是对手现在有破发点 依据的依发呢 发下方那叫方向的发球 二发穆霍娃正手接过来 王新渝的正手回球呢 是弹网之后出了戒 这样呢 穆霍娃完成了回破 现在双方第二盘打成了4比4 现在是木火拔的发球局啊 这个发球局还是很关键 发败一下 王新渝正手接过来 木火啊在打走线球 漂亮啊 这一分啊 王新渝回球出界了 木火啊这个走线球呢 打的还是质量非常高 球真的是贴着单打线 向前冲 而王新渝呢 反拍回球直接是 把球垫飞了 15比0 木火娃领先 发内角 发球值得 木火娃 30比0 二驱的一发呢 是 是吗 我是从02年 姚明进了NBA之后 就是02到03赛季03到04赛季 在搜狐体育全程的文字直播 火箭队所有比赛 然后到了季后赛是季后赛的那些 反正基本每天都有吧 那个时候搜狐体育的文字直播几乎就是我给包了 足球篮球 主要是这两大项 然后像什么综合体育 F1 其他排球 我也都播 如果你要看搜狐体育文字直播 有可能是我 尤其是02 03 03 04这两年 木火娃现在40比0 三个 举点在手 王兴渝回球出界 木火娃爆发成功 现在呢 是木火娃第二盘5比4 我对您说让我专心解说没有意见啊 我请您加一个关注好吗 然后以后再有这种事呢 您再提醒着我啊 专心解说 没问题啊 下一个发球局 看看能不能保住啊 下一局呢 将是王兴渝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我实际上是已经把自己的解说节奏放慢了 这要是解说郑亲文的比赛 可能就更 嗯 情绪调动的更 更饱满一些吧 我觉得这是大家预计中的呀 这个结果 当然第二盘还是打的有一些内容 还是挺不错的 现在呢 来到了王兴渝非保不可的 不可的发球局 目前呢 在第二盘 它是4比5落后 小礼物走一走啊 王兴渝一区的一发呢 发下网 外脚方向的发球 反正我说的是八家 底线较量 穆�せ 获now 吗 只要上网 拎立 zaw 直接把球是推到了后场 王兴渝对这个球也是毫无办法 二驱一发 沐霍娃科党接发过来 接发是做的不错 王兴渝的双反斜线打长 这样呢是沐霍娃30比0 官方不出赛程的话 我也不能编一个正经文的赛程 告诉你们啊 发外角沐霍娃科党接发 王兴渝的一驱一发发长了一些 二发沐霍娃正手接过来 挑越两桥 哦双方互挑越两桥 沐霍娃的回球有些浅 王兴渝正手斜线没有打死 沐霍娃挑了高桥 半场高压 王兴渝打中这一分之后 追了一分 15比30 底线较量啊 沐霍娃出现了失误 这排双反的直线呢 直接打下了棒 30比30 那看来王兴渝还能再扛一扛吧 加油啊 一驱发内角 哦发球值得 40比30 王兴渝呢 现在获得了局点 这个一驱的一发呢 也是瞄着对方的反手杯在发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现在呢是王兴渝的局点 看看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发球率 二驱一发 内角A死漂亮 王兴渝竟然在这局当中啊 0比30落后的情况下 倒赶了四分 这样呢 王兴渝爆发之后 第二盘两个人打成了5比5 还是互破的这个 还是互破大战的节奏啊 那既然呢 这个比赛要留 咱们多待一会儿呢 咱们就多待一会儿吧 木霍娃的发球局 现在是关键分 关键局 发败角 王兴渝科党接发过来 正手直线 弯图胖子没有打成 哇 木霍娃呀 衔接的上榜太快了 这个又是往前截击啊 打了一个重复落点 先是1 2 punch的战术 随后呢 伴随着自己随上的一排截击 把球是推到了 这个推了一个回头球 15比0 木霍娃领心 二区一发 发内截 王兴渝正手接过来 木霍娃上网 往前接近 第一篮啊 做了一个过渡 但是第二篮呢 木霍娃竟然拦截下网 15比15 这个球木霍娃 还是有些冒险啊 上网上的 可能是上网上出信心来了 发外截 王兴渝揭发球 出现了失误 这样呢 木霍娃30比15 二区发外交 王兴渝科党接发 木霍娃凌空出击 没有打死 漂亮啊 王兴渝的正手直线 又是打出了穿越球 30比30 这个球呢 是木霍娃发球 建立优势 随后呢 自己啊 有些拖大 正手的凌空抽击 这个角度呢 也没有拉开 是一个直线 正好是打到了 王兴渝的手里 王兴渝的正手直线 打出了防守反击 30比30 一区翻内角 王兴渝双反接过来 底线较量 木霍娃在调动 王兴渝 王兴渝的双反直线呢 打出了戒 40比30 木霍娃呢 又是 拿到了局点 大比分 就是 3比6 5比5 二区一发 内角方向的发球 发长 看看木霍娃 木霍娃的二发啊 王兴渝能不能抢他 刚刚那一发是擦网器 重新发的一发呢 是发下了网 是双武啊 王兴渝这个接发球站位 非常靠后啊 接二发也是站得很靠后 我以为刚刚他那一发 没有失误 现在呢 是发出了双武之后 木霍娃和王兴渝 打成了评分 现在技术统计 给出的是全场比赛 木霍娃五个双武 王兴渝两个双武 一区发外角 王兴渝正手接过来 接发做的不错 木霍娃 切销球过渡一下 移动当中 木霍娃的正手直线 打出了戒 王兴渝逼出了破发碟 这有点 有是不是有点像 郑亲文那个2比4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 王兴渝又是完成了破发 在关键局上6比5 目前第二盘 王兴渝6比5领先 局间休息过后 将是王兴渝的发球胜盘局 有点像今天凌晨这个 就昨天凌晨 郑亲文那场的那个2比4 落后的情况下 那一局 先是双反的接发球 做得不错 随后啊 杀到了前场 正手直线一勾 打出了一个春月球 你们想着刷点礼物就行了 小礼物刷一波就行了 是挺累的 就是不让我休息 没错 也谈不 肯定是 就是像他的比赛 我可能也没有那么投入 但如果要是郑亲文的比赛 我可能还是要需要更多的代入感 谢谢啊 谢谢 想着小礼物刷一刷 这么精彩的一局 王兴渝